说起秦岚,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了 她在近几年十分活跃,露面的频率非常之高 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秦岚就是一位女神 出道多年的她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了 也深受大家的喜欢 秦岚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会计学系 并不是正经的科班出身 但她的演技却在多年的打磨后变得越来越好 在2001年的时候,秦岚就正式踏入演艺圈当中 并且在2002年时还出演了《环珠格格三中制化》的角色 不过随后秦岚也有出演不少电视剧 但都没有火爆 直到2017年的那部《沿喜攻略》让她再次成功翻红 她在剧中饰演皇后复查荣音 被无数粉丝所喜爱 秦岚出生于1979年 今年已经44岁了 但是状态依旧还是好的 时间似乎对她格外宽容 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 不愧是大家公认的白月光女孩 秦岚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曲线 气质都很S 像她这样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她那么会演戏的女人 实在是魅力无穷 简直太迷人了 性感一直是秦岚的标签 因为她的身材一直都是性感般的存在 早前秦岚出席一场活动 当天的她身穿一袭黄色的深V无袖礼服 虽然礼服没有过多的装饰 但凭借着秦岚的美貌 也足以驾驭起来 而当她黄黄斧下身的那刻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内衣展露头角 上尾那白花花的肉更是一览无余 事业线也非常明显 总体看上去皮肤十分白皙透亮 给人的状态就相当的好 许多网友看到这组照片也纷纷调侃 魏大勋的眼光真好 前段时间频频由狗仔爆料秦岚和魏大勋两人结伴出游 关系很亲密 秦岚还很自然地跨着魏大勋的胳膊 二人一路上有说有笑 虽说两人没有出来承认 但是很多网友从不少细节就可以看出两人已经在一起了 其实关于魏大勋跟秦岚两人的绯闻 相信大家肯定有耳闻 二人最早是在电视剧关于唐医生的一切中 开始因系生情熟络起来的 随着两人的关系升温得很快 虽然早前外界对这段恋情并不看好 但是魏大勋和秦岚并没有放弃 他们在私下里一直保持着低调的恋爱状态 很少公开善爱照片或视频 对于魏大勋 大家的脑海里应该有很多他参加过很多的综艺节目 节目中以幽默搞笑的性格圈粉无数 超级有梗 虽然长得很好看 但是不知道为何偏要当一个谐星 不过当谐星也是很优秀的 而且魏大勋的情商也蛮高的 没有什么偶像的包袱 偏好 有时候还会假装霸气 但下一秒就怂掉了 非常搞笑 如今魏大勋的人气很高 在娱乐圈里他有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他现在有戏拍 有综艺节目 有活动邀请 有商务街 发展得很好 最后祝愿魏大勋和秦岚两人的恋情 能够一直永远持续下去 也希望两人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